哈喽大家好 我是远在巴黎的弟弟 之前看过视频的朋友 不是知道我以前有一个塑料的架子吗 但是那个架子如果放室内的话 实在太难看了 所以呢 我又在宜家重新买了一个木头的一个小架子 知道为什么我换了一个黑色的指甲油吗 这样的话 你们就看不见我指甲里的泥了 我准备了一个6乘以12的一个育苗盒 这个育苗盒每一个穴里面 它都有一个小孔 可以方便透水 就算浇水太多也不用害怕 那在这个盒里 我提前把土都放进去了 我用的是育苗土 直接用了相同的这个盒子 然后做一个按压 因为它是6乘以12的格 所以我就要种12种蔬菜 青椒小辣椒类的 茄子 这两个是不同品种的菠菜 生菜类 这个去年种过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看一下视频 西兰花 韭菜 拜拜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三月份除了有非常多的室内育苗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给这些土豆做一个催芽 看我视频的朋友知道 去年我是种了紫色的土豆 还有就是种长黄色土豆 今年呢同样我买了这个紫色的品种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粉色的 这粉色的我没种过 咱们来尝试一下 这一颗是紫色土豆 然后这一颗就是粉土豆 其实这些还并不是今年最疯狂的地方 我还买了这么一大粥的土豆 所以咱们今年的土豆呢 分好几波来种 这样呢就能随时都能吃到土豆了 然后准备一个烧烤盘 放上一张厨房纸 放的时候我们就注意一下 这些长芽的 长芽稍微多一点的 我们就给它放上面 我把这个厨房纸中间稍微提起一点 做一下隔层 这样左边呢我们就可以放这个粉土豆了 轻轻的先倒进去 因为它这个粉土豆啊出芽已经挺多的了 对谢谢你